大家好 歡迎來到粵語天地 TVB知名男星楊明和富家千金 前港者貴君莊斯明 已穩定戀愛多年的時間 之前多次有傳媒爆出兩人好事將近 大婚在職的新聞 只可惜因種種原因 借對金童玉女至今仍然沒有裂婚 其實按照原定計畫 莊斯明和楊明在去年就他裂婚 但因為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莊斯明的父母爸爸莊寶 突然因病離世了 所以兩人決定將裂婚的時間推置 莊斯明三姐妹一向與父親感情要好 父親的離世對於三姐妹的打擊都不少 所以莊斯明船透露 父親離世之後 三姐妹船一起在手上文了一個圖案 悼念父親 莊斯明家族資產高撻8億 他也被外界封為8億千金 儘管身家富貴 貴為富二代 但莊斯明平時的生活作風極為低調 幾乎不潰在社交媒體上懸吐 對於男朋友楊明 莊斯明也是用情自深 特別專一 可以說愛的特別深沉 甚至有的時候 不少網友都在感嘆 楊明是夠了莊斯明的名媽 在此前莊斯明在接受傳媒採訪時 就直接表示非楊明不嫁 算特別強調 因為男友不太順利 他願意未婚先人來衝起 先生了孩子再結婚 可能關注楊明的小夥伴 都知道最近兩年他確實有點慘 不過相信熟悉楊明的人都知道 借小伙子沒灑好 就只有命好 別人犯一次錯就一指錯 滿盤皆落索 他類似犯錯卻能類似遇到貴人 得到多個在世為人的機潰 而說到楊明的犯錯時 可謂一匹不金牆 他本是在1999年 參加第十三期藝運訓練班 進入磨線 和洋而是同班同學 可剛聰訓練班畢業出來不久 算是當著無線劇的路人 甲月秉丁的時侯 他就在2005年被控罪嫁 接著又在2007年學罪走後在便利店鬧時 被控刑事損毀罪成 雖然楊明兩次犯罪都罪不至監禁 但是他身為無線藝人 假假的 都算有一定社會榜樣作用的明星 如今卻知法犯法無限 有100個理由炒了他 可神奇的時 TVB卻念在他認罪態度好的份上 指示讓他重新讀一次21期藝運訓練班 就當是小情大界 不了了之 可現重新鬥藝運訓練班借過操作 相當於學校里的留級生 用楊明的話來說 雖然讀訓練班期間只有3500底薪 我一度窮的開不起犯 但是依然恨感恩公司給我機器接引我 在電視程中 聽到別人對我說最多的一句話就是 掌點心勝罷 如果我我犯了你的錯 公司早就不讓我留在借你了 這樣的勸誡聽得多了 姚明也開始痛定思痛 修行養性 船恩惠引教人華 懂得土長被歡心 而得到汪亞姐汪明傳的提攜 推薦去拍情景喜劇天天天情 從此就有了一份穩定的收入 而伴隨著收入穩定 姚明的愛情路也有平暴青雲的態勢 家因他經歷過與陳敏之分分合合 最終還是分道揚彪 再經歷了和圈外女又打算結婚 卻在臨門一腳悔婚之後 卻在2018年呈定拿督千金莊思明 說到莊思明這位拿督千金 他的爸爸是中國光大控股前身 名威發展的創辦人和前傀長莊寶 而莊家有三千金 分別是大姐莊思敏和一對雙胞胎姐妹 莊思說莊思明及三千金 之後船有一位弟弟莊順生 話說莊家三位女藝成年之後 都頂著拿督千金的名豪勇闖娛樂圈 其中莊思明在娛樂圈中 最廣為人之的履歷 是當算為香港小姐貴君 船友和鎮惠臨的弟弟陳思汗拍拖 兩人最後因為家暴事件鬧得不歡而散 可言在2018年上至相戀的莊思明和陽明 都在感情道路上力准千凡 都衝著烈婚為目標去談戀愛 所以楊明和莊思明拍拖之後 也一度悶念希奇的表示我他努力工作 爭取在四十歲之前 完成烈婚借莊人生大事 從楊明借番話可以看得出 他是心心念念 想要成為拿督的龍門快逝 改變自己社會階層的 只是比時的楊明利豪門女婿之間 還差了一個事業小登科 沒錯 其實拿督家族對女婿的要求拼不算高 只希望他先立業後成家 再對莊思明好之餘 算能安安分分的發展一個副業 就算做不了大生意 開不成大公司 也能成為中小企業的小開 只要不是不務正業的就好 而莊思明甚至父母的訴求 所以他在2018年如楊明熱戀的時候 就特意打本級楊明開鄧湯店 畢竟楊明出生在基層家庭 又再無線工作多年 前期因違犯錯一再留給 只能拿幾千塊底身 後期又半紅不黑 浮浮沉沉 始終魔法上位 他工作二十年來都全不下展 所以 莊思明只能拿出自己多年的積蓄 來支持男友 希望男友能夠將鄧湯店的生意 做得有聲有色 從而得到拿督家族的認可 同意兩人列婚 只可惜楊明就連借過都做不到 借筆 就在前2020年8月8日的凌晨時分 楊明再次在山頂馬隻仙峽道 乏生車禍 船檔場撞毀了18年歷史的路基 等到警方到現場之後 忽然楊明醉紛紛意識相當不清晰 甚至一度拒絕做酒精測試 所以 警方就以拒絕提供血液讓本意造化炎 不小心駕駛 和車窗玻璃透光度不足 三項罪名控訴他 旋記得 當時莊思明和姐姐莊思物憂心 匆匆的道撻事故現場善後 由於事罰之後 楊明寧願保釋陪展 也不願監禁 所以莊思明甚至扶船打出人情卡 清求自己七爺 也就是香港數一數二的著名大律師 青紅出馬 而說到這位青宮大壯 有必要為大家普及下他的光輝利力 話說現年73歲的他也是馬來西亞人 其在香港一戰成名的的案例時 曾經在2002年幫謝霆鋒打贏了頂包案 讓謝霆鋒指被判了14天 和進行社會服務240小時 那麼說到這裏 青紅和莊思明之間又有雜魔淵源呢 原來 這位金牌大壯向來督信風水明禮 曾經有堪如學家建議他 收足兔的棄仔棄女 來往事業 所以與莊思明父親莊寶婆有交情的 公清自然也就收下了莊思明和莊思華 借對雙包胎 當棄女子時 儘管青紅和莊思明有欺父女這曾關係 但青紅也沒有開優惠界級莊思明 依然按照市界一百脈一日收費 而莊思敏為了省展 只為楊明算責了半日五十脈的套餐 都說一分展一分貨 也虎視青紅覺得 楊明借案件實在太少人科 覺得莊思明未必要為了免除監禁處罰 而花重金去打借場官司 後來雙方的合作也不了了之 楊明算是在去年十一月份被判監禁十八天 停牌兩年 並且自費接受駕駛改進課程 和罰款三千元 據說聽到借過判血結果之後 楊明時時無奈而飲然的搖頭 至於莊思明確哭成了女人 想來她的眼淚是為了父母 不可能接受楊明而留 所以 接受了十八天的監禁之後 楊明就像洩了氣的皮球那樣子 她為了被開記者 天天躲在莊思明和莊思問 那套過益的山頂豪宅里潛水 就連鄧湯生意都磨心打理 再加上當時疫情黎勢洶洶 飲食業每放月下 直接導致這盤生意終於熬不下去了 不過 好就好在 上天不拐堵住一個人所有的路 借邊商楊明剛剛宣布鄧湯店列業 那邊商 莊思明為了給男友留有一絲希望 突然對外宣稱我們不是全線列業 而是為了被開高租金 轉行做在線外賣 畢竟我們有自己的公安 也有自己的團聚可以做批發生意 可現莊思明對楊明善事有情有義 不利不棄的 而在楊明入獄時 更高調公開分訊 預計今年變沽裂婚 沒想到爸爸的突然病逝 再次打破寄娃近日 莊思明出席港姐活動 一身花服打扮的他看起黎明艷照人 這次和過往的穿著不同 莊思明穿的十分性感 原本身材就狠苗條的他盡顯骨感美 而他的男友楊明當時也身處活動現場 二人沒小同框 船与藝人楊思琦一起合影 楊明一身格子西裝 膚色好象比之前黑了不少 身材也沒有太大的變化 早前他表示將他為了新劇減肥 努力練出六塊腹肌 不知道現在成果如何呢 不過大家最關心的 一定是莊思明和楊明的婚事 二人結婚似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但是致遲未有提上當期 據莊思明透露 他已經籌備自己的婚禮百年了 每次被問到結婚者的問題 都快撻到厭煩了確實 藍方借鞭也時 自至沒有把婚事擺在首要解血的位置 就算莊思明肝著急也沒有辦法 而且莊思明如今也快步入四十歲了 如果將來打算做人 楊明也真的該為對方考慮下 莊思明自問是一個要求完美的人 所以提到婚禮他有很多想法 希望能夠做到準善準美 莊思明和楊明都是很愛熱鬧的人 他們當然希望邀請親朋好友 來認證自己的幸福 至於今年是否能傳出好消息 莊思文仍不敢肯定 熟悉莊思文的網友都知道 他的襯姐姐莊思文也是TV的藝人 二人經常在劇中同框 此前播出的一舞傾成 想來大家都有印象 這每二人掌上級為相似 但是揮露卻很不同 莊思文近年更專注直播大課 也做出了一些小成績 不過生活富貴的他也不是為展 都視人趣而矣 莊思文如今和圈外老公已離婚了 而眼見妹妹莊思明 自至沒有步入婚姻的殿堂 想來他也為對方著急 話又說回來 莊思明與陽明的關係 其實早已經如夫妻一般 其實雜摩時後舉行婚禮勾別都不大 只要兩人依舊是一條心 相信無論怎樣的大風大浪都分不開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 歡迎點讚訂閱加轉發我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